甘宁为什么强 因为他有50%的暴击概率 如果让他叠加到100%的暴击 是不是更强呢 王师秉杰剧本新增加的岳府信服 让你在暴击之后 可以为其他武将提供18%的暴击效果 那甘宁搭配上这个信服之后 那就有机会达到100%的暴击概率 可以先欣赏一下 这个白板队伍打满红敌人的战暴 为什么能打满红 就是因为他的暴击更多了 本身他自身有50%的暴击 能提升20%的暴击伤害 给副将提高5%的暴击和10%的暴击伤害 西梁是25%暴击 宁神2%暴击 将威2.5%暴击 岳府两件套是2.4%的暴击 四件套是18%的暴击 还有奇谋效果 正常状态下 甘宁就达到了81.9%暴击 然后还有大谋不谋的9%暴击 加上岳府的18%暴击 这加起来是108.9% 当然了上限最高就是100% 所以甘宁不可能达到108% 泰史词正常状态下是31.9%暴击 如果说获得了岳府的加成 那就是49.9% 就接近于50% 那他在前三回合就达到了和甘宁一样 50%的效果 即使是三回之三回合之后 甘宁只要是暴击了 泰史词还有24.9%的暴击效果 和黄中触发战法后差不多 但是泰史词他是两次攻击 而且这18个暴击效果是包括奇谋的 加上2.5%兵输 那他有20.5%的奇谋暴击 当层催局也可以暴击了 其实战法兵输嘛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只不过是加上了这个新的信服 如果说你没有横草天军 可以换避世积虚 没有当风可以换速成奇力 如果是速成奇力的话 暴击效果还会更好一点 兵输呢有两套 你可以玩突击流的 也可以玩主动流的 突击流甘宁就可以带圣战 在第二回合有一次小爆发的机会 常规玩法嘛 那就是玩大谋不谋 加神机加降威 总的来说 甘宁的这个奇兵玩法 在王氏秉杰这个剧本 因为有了这个岳府的加成 前三回合秒人的概率加大了 在王氏秉杰这个奇兵玩法 在王氏秉杰这个奇兵玩法